俄罗斯小伙酷爱中国武术 每天花大量时间练武 女友不乐意了 没办法 这就是中国武术的魅力 但女孩自认不比中国武术差 她大学修了两个专业 中文和艺术 加上自身条件 她要是做个模特或者演员 哟 这哥们还是个粗王呢 不过人家情商也颇高 都要看我吗 你看看 这不拿捏住了吗 活该人家有女朋友 为了展示自己艺术没有白学 女孩当场跳了一段舞 不想却遭到了男友的吐槽 刚夸她情商高 不想是个外挂 用一下就没 女孩表示不服 当即反驳道 看到这儿 王长武大妈都笑了 接着女孩表示 想回俄罗斯生活 可小伙儿却说 你的钢铁直男也上线 女孩无语 女朋友生气了怎么办 那自然得哄了 还得是90度弯腰的那种 道完前后 小伙儿又继续了刚才那个话题 回俄罗斯 住那儿 女孩表示可以跟她父母一起住 小伙儿又不乐意了 你知道你的妈妈不喜欢我 孩子喜欢了你 我怎么知道 也不过小伙儿担心 只是俄罗斯丈母娘和女婿的关系 就跟中国的婆媳关系一样 远相尽臭 小伙儿想让女友在家里相夫教子 女孩立即反驳 说他们现在还没有孩子 于是两人又杠起来了 要孩子就意味着身材会走样 而女孩还年轻 她希望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说完还不忘指责男友大男子主义 然后给自己拉票 不得不承认 这俩的中文说的是真六 但他们的年龄加起来 应该不超过三岁 东北女孩出门五天 没跟男友联系 男友的担心却反遭吐槽 你还是不想找我 你要想找我的话 你就拿孤立电话给我打一个吧 那么大一个人 能丢的是咋的啊 那你毕竟一个女孩子啊 我一个女孩怎么拿 我一个女孩我比男孩都强 你没听说过那个谁 木贵英吗 就别拿那些扯 你说你说走就走五天 你说我们多担心啊 那你就当我去挂帅了呗 这理由你不服都不行 东北小伙儿都被怼得说不出话了 只能复合主持人 说一句他贼过分 就这还遭到了女友的嘲讽 一上台就在这跟我装傻卖萌的 安安随过分傻的 我没有 哎呀你没有 你别学我 你别学我 伪讯 想哭 小伙儿忍了三秒钟 最后还是壮着胆子 揭露了女友的恶行 他有的时候的体系还可暴了 你看看 这用词多谨慎啊 用有的时候 要是不用这四个字 估计他现场就得被加法伺候 随后 小伙儿又说出了所有男友的心声 就算他说的事 他能总结一圈之后 他全都能赖到我身上 这个我是觉得他真厉害 这大概是所有男生在谈恋爱时 都能遇到的世纪难题 目前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 主动认错 见好就收 背锅也就算了 小伙儿还得时不时应对女友的变脸术 有说有笑的 然后结果突然间就脸冷下来了 可吓人了 就那个时候我感觉我都害怕了 然后他就直接一手就抡过来了 好在小伙儿也是练过 一下就躲过去了 但在这种情况下 躲就等于是在厕所里打灯笼 纯纯找死 我说你想干嘛 我这话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呢 又一下子过来了 要冷打击开始 还可想了 那当上可多人了 面对男友的哭诉 女孩表示 那都是你自找的 不躲不就完事了吗 第二下可比第一下众多了 不过小伙儿也不是没脾气 从小到大都没受过这种委屈 当时我就气得不行了 我觉得我太没面子了 那会怎么着 我当时我就转身走了 你以为东北老爷们没脾气 开玩笑呢 今天非要离家出走不可 但所有脾气 在女朋友面前 那都不值一提 然后我走了不到一百年 我就听后面就是 哇哇哭的 我就感觉 我就感觉好像是我把他打了似的 那打的你俩不是疼在我心吗 一个字 绝 现场观众表示 狗粮已吃饱 就这吊吊 吵架就像在唱歌 简直太可爱了 唐山女孩指责男友异性缘太好 总往女孩堆里扎 小时候就算了 长大后还这样 这谁受得了啊 小伙儿无奈 女孩一听这话 来气了 为啥就抄女生的 抄男生的不行吗 那里面可就大有学问了 第一男生都要面子 那抄男生的作业 不就是变相承认自己差劲吗 第二男生写的字 就跟医生开的处方一样 能不能看得懂随缘 所以小伙儿也是别无选择 这对冤架从小学到初中 都是同班同学 高中的时候可算是分开了 但即使分开了 女孩也能知道小伙儿的一举一动 高中我没跟他同一块 但是我打成他了 你上哪打人家勒 我初中同学跟你一个高中啊 我又打人出来事了 你高中的时候跟多少小闺女 承诺毕业了同一块 就问你服不服 老底都被摸清了 可事实就是如此 小伙儿也不好意思狡辩 只辩解说 那是年少轻狂不懂事 不想女孩杀人出心 高中了还想 我跟你说你没考上大学 肯定都是因为高中 被放在血液上吧 成敦的法术伤害 打得小伙儿有口难言 那既然女孩早就知道 男孩的尿性了 为啥还要主动送上门去呢 我们两家住挺近 完了碰着了 碰着了之后吧 他说他想跟我在一块儿 完了之后都追我 我一开始都不答应他 因为我知道他这样的 不答应他把死皮了脸的主意 对我还特别好 那都是因为爱呀 那不嫌你吗 死皮了脸的 都说猎女怕狼蝉 女孩就这样在男孩手里了 完了之后男孩悲剧了 因为女孩知道 她的光辉事迹 所以家教极眼 人家问个马路 咱走你都不让 我告诉人家 来到屋中都跟我急了 你告诉他你都告诉他呗 你那么热情干啥呀 你都是看那个 我哪热情人家 我都正常告诉人家 路咱走 这是我在那呢 我不在那 你是不是领着他去了 你这这行人瞎扯 我 指路不让 给孕妇让座也不行 你哪个眼督子 看着那是孕妇了 那不是孕妇 那是个胖子 你没得说人家是孕妇 胖子你从公尿城 站你单她还勒得慌 那你咋真没给胖子让多人 那哪胖子那不让多人 这逻辑 有理有据 合情合理 所以 女生要是讲起理来 那就是逻辑鬼才 还是不要挑战的好 好了 今天的搞笑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想收获更多的快乐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